我们的军构几乎完全于是在对美方进行 那么受限于美国方面 它的妥协跟游戏规则都太多了 这样的烂杖可能掀开来看 可能层出不穷 对台湾自己的本身的防务 或者是对台湾在这一块军事上面的支出 会是个无底洞 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 以这个事件为例 爱国主的三型的飞弹 它是定期需要更换一些零组件 所以需要做一些重建策 那么这个部分过去6.09亿的新台币的预算 过去一直用的就是用作业维持费的方式来进行 可是在台湾军方防务部门 它是有一个所谓五年兵力整件的施政计划 那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重建策的费用 都没有纳入这个五年兵力重建的施政计划里面 反而在开一个后门方便门 用一个作业维持费的方式申请 其实会让人家怀疑其中的目的是 希望减少被这个关注或者被审查 那么这个其中的动 无底的动 不知道会有多少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 这个事件的过去发展也是很奇怪 从台湾跟美国方面的交涉来看 能够不经过台湾的防务部门主管的同意 就能直接发出一个所谓的发架书 那么在对于报价的过程里面 台湾在2017年就得到美方的报价 可是特别在2019年 还有两次的让美国再重新的修正一次 它的报价 可见的这个过程台湾方面妥协之多 也就是台湾在现在武器的自主上面 其实还没到一个相当的能力的时候 处处都要受限于美方的管制 那么或者再讲白一点 受限于美方的勒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能任凭美方予取予求 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大的疏失 没有经过台湾防务部门主管的同意 发出的这样的发架书 却等到这个美国的国会通知台湾 要做一个相对的审查的时候 才发现天大的乌龙才会这样的发生 那也可以想见台湾处境是困难 也可以想见台湾一味的想依赖 美国方面提供他军事的武器 这样的想法也充满了相当的危险性